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結合運動、韻律、美學 讓小朋友有一個學習還有展臉的一個舞台 那我們已經成立14年 一直都有很好的一個表現 在大大小小的活動裡面 幾乎都有新進國小啦啦隊的身影 都是結合台灣的音樂 而不是純粹用外國的音樂 然後也結合了我們原住民的一些特色 希望把台灣的特色推展出去 那這些小朋友其實他們本身都沒有基礎 他們也都不是舞蹈班的 但是就是利用假日的時間 然後跟學校跟老師還有跟教練配合出來 辛苦的練習 所以他們也犧牲了玩樂的時間 然後讓自己能夠擴展誓言 然後學習到更多 按照片 中文字幕有請